Hello 大家好 我是河马父女Martin 今天中午在Newport 刚看完一条钓鱼船 非常高端奢华一条专业钓鱼船 然后我们到这套 室内是4500尺五房 四位的 remodel就是翻新过的一套别墅 来看一下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有很大的特色 我们进去看一下 从外观看就很现代化 屋主上个月刚刚完成了翻新 进门区域有 这种透光的屋顶 感觉非常的明亮寬敞 我先不说它的特色 我们随着镜头往前走 左侧是一个小的庭院 细节部分做得很好 右侧是车库 还有半个卫生间 往回看路铺门的地方 非常非常明亮 再往里走是 通往二楼梯 这是一个旋转楼梯 最下面其实可以放一个钢琴 往前走是一个客厅 其实它的主客厅是在楼上 我们一会上楼看一下 楼上是非常非常惊艳的 那其实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后院是带码头的 我们在Newport看到一套非常特殊的在售的带自家码头的独立别墅 楼下有四个房间 我们先看楼下的几个次卧 产光动很好 这两个次卧对了自己刚才那个小庭院 这两个次卧关于卫生间 这是另外一个次卧 这个次卧可以看到自家码头和海景 这个房子有五个房间 有三个房间是可以看到海景的 这是楼下一个小一点的组卧 其实也可以称为双组卧 这个两面墙全是窗户 可以看到了自己家的游艇和邻居家的船 这是一楼的后院 后面就是带码头 楼上还有大阳台 我们一会上楼看一下 上楼非常舒服的 这是一个60尺的博位 这里其实可以停三条船 最大的尺寸是60尺 两次还可以停两条小船 这个位置是 往前开 就是出海口了 这边还可以看到Newport的一些高楼 有城市景观有海景 还有自己码头 Amazing的一套房子 今天天气很给力很配合拍出来的照片 视频都很漂亮 好我们从户外旋转楼梯 来上楼 看一下楼上的景色 还有楼上的主卧 刚才精进的介绍说 卖家的这个屋主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亭子下面 这里有个烧烤台 有一个大的户外餐桌 这是楼上的一个deck 户外阳台 可以看到自己家的游艇 隔壁邻居 还有海景 城市景观 这边还有一个jacuzzi 这盖住的这个就是一个温泉池 jacuzzi 好我们到楼上室内 这里城高就很高了 大概有9到10英尺 这楼上是一个大的会客厅 刚才下面一个小会客厅 这上面是一个大的会客厅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个旋转楼梯 就是刚才下面看到的 我说可以放钢琴的位置 这是主餐桌 宴请朋友 或者 请自己家的亲戚的高端家业 可以在这里吃 回头看一下主客厅 这是厨房 厨房也是里摩托过的 非常光滑的 这应该是 10英尺 还是大理石 10英尺的一个台面 厨房的屋顶 做成了蓝色天空的样子 有点像澳门威尼士顿酒店 这是自家的洗手池 也可以看到 这个游艇和一定的海景 这里可以是一个小吧台 放一个水果 厨房也是很惊艳 这里还有一个小酒柜 这是早餐桌的位置 放了一个飘窗凳 背后一个大窗户 可以看到自己家游艇 邻居 所以在二楼客厅 一楼客厅的几乎每个角落 都可以看到自己家的后院游艇 还有城市警官 我们看一下主卧 主卧当然是最好的位置 Jacuzzi的前面 这是主卧 地毯非常软 白色的墙壁 带壁炉 蓝色的海洋配色的背景墙的装饰 每天早上在这边起来 看着自己家游艇 非常舒服 哇 这卫生间也是非常惊艳 蓝色的 台面 这个主人真是很会配色 里面是 衣帽间 还有淋浴房 马桶 淋浴房 里面是衣帽间 有个小浴缸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房子 价格也不贵 一千万不到 你喜欢吗 好 这是河马富业 Martin 在New Hobbit 拍摄一套带码头的独立别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